养生是一种生活方式,大家好,我是健康管理师李小。 秋冬季节最大的两个特征,一个是寒冷,一个是干燥。 最近很多人身上的皮肤哪儿哪儿哪儿都开始变干,缺水,腿上搔痒起皮屑,浑身都难受。 那有人就会说啊,我是不是应该要多补水了,比如说我要多泡澡,多喝水, 但是有的人会发现天天洗澡,反而皮肤更干燥。 因为你缺的不是这种外来的水,而是身体的精液生成。 那今天呢,我们分享一个手上的点,叫做夜门,它可以让身体的水循环更好。 当你觉得自己皮肤干燥,眼睛干,喉咙干,嘴唇干的时候,一定要按揉这个点。 我们来找一下夜门穴的位置,它位于我们的手背上,在第四和第五指中间, 这里呢,有一个指谱,就是两个这个长指关节的联合处。 在这个指谱的上缘,有一个可以看到啊,是一个赤白肉交际线, 就是我们的手掌和手背交际的地方,有一条明显的分界线。 在这个交际线的凹线中,这里呢,就是夜门穴的位置,左右手是对称的, 右手呢,在右边的也是同样的位置,夜门穴,左右手各一个。 好,如果在找的时候呢,咱们微微地去握拳,可以更好的,更精准地定位到这个位置。 找到之后呢,我们可以左右手互相按揉,左边和右边各按揉三分钟左右, 用自己拇指的指尖和指腹去按揉,一定要往这个凹线处,往深处去按揉,会出现酸胀感。 如果没找到酸胀感,那位置可能是不对的,因为夜门穴它比较深, 它位于我们两个手指的中间,那么我们也可以用一些自己家里的小工具, 比如说棉棒,比如说这个火柴,比如说这个咱们自己的一些点穴棒, 这些都可以用去进行点按。 这样的话呢,力度更大一些,更能够精准地按揉到穴位。 按揉的时间可以放在一天当中的任意时候,早中晚都行, 每天按揉两到三次。 夜门,顾名思义,它是水液的门户,打开水液的一个通道, 可以滋补身体的水液。 凡是身体里面的汗液、尿液、唾液、眼泪、鼻涕, 它其实都属于水液。 所以我们喝的水,您去补充的这个水, 如何才能更好的滋养皮肤呢? 这就需要用到夜门的帮助了。 每天按揉夜门两次。 总之呢,夜门穴如同金金玉叶生出之门, 只要经常养护好它,身体的水液就不会干涸。 在这个干到的季节,一定要记得用好它。 好了,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,感谢大家的支持,谢谢大家。 再见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